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恩 前两天我的视频下面有一个人评论 忽然问说你想吃羊梅吗 我当时以为可能是国内的羊梅上市了 然后就有的朋友就来刺激我一下 他能吃到羊梅我吃不到羊梅 然后我就给他回复了 然后几个哭的表情 没想到他私信我了 私信我说他人是在柬埔寨 但是他做水果的生意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现在他已经打通了通路 说是可以从国内运羊梅过来 然后到曼谷 然后从曼谷再分运到各个地方去 说是他在青麦也有代理 要吃羊梅的话就给我发一箱过来 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说我买吧 他一定不肯要我收我的钱 然后今天早上就忽然通知我 说羊梅已经到了到青麦了 让我现在过去拿 那真的是久违了羊梅 太爱吃羊梅了 因为之前一到季节 我有个同事是浙江泰州的 在泰州的天胎 我每年只要到羊梅记 我都会去找小胖 我那个就是做医疗设备时候的一个同事 他叫小胖 所以我每次都到他家去吃羊梅 那这样子一晃 已经多少年没有吃到羊梅了 今天我要看到久违的羊梅有点激动 现在我们一块去看看 那个羊梅现在到底长啥样 要上车 出发拿羊梅去了 你已经在车上等好了 听说要吃羊梅 对啊 走吧 迫不及待了 赶紧的出发 去拿羊梅 就是这个玄武国货 我经常到这个超市里来买中国的东西的 那原来是在这边吗 问一下 这里有很多的中国的调料啊 零食啊 什么都有 到了这么多啊 到了这么多羊梅啊 真不错 先不开箱 拿回去看了再说 这个羊梅那么黑啊 现在把它分装一下 谢谢啊 谢谢 好 羊梅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 哎呀 在中国也几乎之前只有在产地周边才能吃到 像什么北方的城市啊 什么的 很少能吃到非常新鲜的羊梅 现在可能是运输发达了 那北方可能也能吃到羊梅 但是还是属于稀奇货 那在我们清迈这边 要是能吃到羊梅啊 也觉得真的是一个 反正那么多年 我是头一次见到 哎 挺开心的 嗯 到了一箱一箱数量有点多 因为这个东西 它当天摘下树 最好下午就吃 所以的话经过了这几天以后 肯定是保鲜啊 保质啊什么 都不能拖得很长了 所以一箱我肯定也吃不完 我给大树拿一点去 然后这个老头是真的是 每次都是拿他们北京人说事 北京人就指着全中国呀 就是南方人 你们南方人 那么对我们有地域歧视 我觉得 今天我给他拿点去他们北方吃不到的东西 看看他岂不歧视我在 哎呀 刚刚刚 我这 我这 咱俩干什么 阳梅了 你不告诉我 阳梅啊 不好意思 你阳梅啊 能在这儿去阳梅了 赶紧赶紧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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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谁谁给你拿的呀 你知道这个阳梅有多麻烦了 来来来来 快开门 这你多饭 你小吃都不好 你能给我饭呢 你现在开干嘛 我吃啊 赶紧 我都没看过里边长啥样的 没吃过阳梅啊 啥 我没吃过阳梅 阳梅就我们那边 哇 这么黑 你拿一个 我的天哪 我赶快先尝一圈啊 是吧 来来来 拍我一下 好吃吗 太甜了 老婆上一个 老婆上一个 先洗 阳梅是不用洗的 你看就是外行 洗了就坏了 洗了就坏了 阳梅是不洗的 太好吃了 太甜了 哪个人吃 真是 那人家怎么说阳梅得先泡啊 盐水 那总是我们上不在旁边的菜 那就是不好的阳梅才会泡 真是 阳梅是哪吃的啥呀 是我们浙江特产 真是阳梅 你还老在老说我们南方人南方人 南方人南方人有好吃的 北方吃啥呀乱炖 你们只会乱炖 南方人一来阳梅了 哈哈哈哈 好吃 再来一个 我走了 我不那个了 我牛肉都拿过这个 我给牛肉拿过这个 你说不给你 啊行 我这一把告诉我 从大叔家出来啊 给他流了一点 然后我就赶快拿回去 给牛肉啊 给我们家阿姨吃 去尝一下 因为像那个阳梅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一个小时的差别 它的口味都会有改变 真的是很特殊的一种水果 我相信在镜头前面有很多朋友 可能也不一定尝过这个东西 另外呢 就是说到这个 我又想到一点 其实我们到泰国啊 就是因为离国内近 啊 所以选择泰国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因为这个原因 呃 想吃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螃蟹啊 比如说像 哎 现在连羊梅都有了 哎 这个就是离得近的原因嘛 那你说真的 如果呃 在大洋彼岸 在美国 在欧洲 你说是要想吃点羊梅 那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任务了 对吗 啊 羊梅干 啊 羊梅干 对 可以吃羊梅干 也可以喝羊梅酒啊 羊梅烧酒 啊 只能吃那些了 像新鲜羊梅的话 呃 那在在欧美那些地方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啊 这个也就是太过很大的一个优势 哈哈哈哈 哦 哦 听说有羊梅 这个上海人下这个大雨 还要骑自行车 骑摩托车过来来拿是吧 来吃是吧 来来帮我端一下吧 好不好 好 好谢谢 就这箱主要是冰块里面 哈哈哈哈 主要是冰块 拿进去拿进去 哦 羊梅来喽 哦 牛牛在里面弹琴了 好 我们你你交给阿姨吧 让阿姨把她那个装出来 要吃羊梅总要干点活的是吧 是的 帮我断一下 来放在这儿好了 放在这里好了 叫一下阿姨呗 哦 哦 阿姨阿姨妈妈 金铁米来 金铁米来啊 嗯 阿姨阿姨妈妈 你吃羊梅吗 你吃羊梅吗 吃羊梅 吃羊梅菜 嗯 嗯 赶快吃赶快吃 赶快吃 赶快吃吧 味道很正啊 多少年没吃到羊梅了 好信任啊 还是我们中国的东西好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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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他老婆没有 啊 可以 很难 哈哈哈哈 从来没见过啊 中国的羊梅 对 那你把咱们吃饿了 咱们吃饿了 嗯嗯 这个我有 嗯 而且这个很难运的 这个放一天就会了 对放一天就会了 我妈呀 我 他还能玩 能够 他 没玩了一股也不玩 没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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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哈 南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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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吃好吃 阿姨看到羊梅 打算发Facebook了 哈哈哈 要向泰国人民 是吧 炫耀一下 我吃到了羊梅 哈哈哈 阿姨问了一下 她说这个东西在中国要卖多少钱 差不多一公斤 一公斤我估计可能是要200人民币吧 就再好的那种啊 一百一斤 然后她听了以后很震惊 她觉得 哇 世界上还有水果能贵过榴莲啊 她说 哈哈哈 所以她急急忙忙的就拍个照片 然后要发Facebook了 啊 向泰国的朋友们展示一下是吧 还有这么贵的水果 嗯 娘梅吃完了 我把这个盒扔在这里 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涨 哈哈哈 走吧 今天双喜临门啊 又收到了羊梅 我的PS5也到了 刚刚快递公司通知我 叫我去拿 快递公司 把快递送到我们公寓来了 送到公寓比较方便 因为这里物业啊什么都能够帮我们签收 赶快来拿一下 现在国内的这个转运啊真的是方便 这个是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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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啊 OK 你看 啊 在这个地方 赶紧拿一下吧 这么多 这两把是我买的椅子 啊 泰国买不到好椅子 然后这个应该是我的PS5 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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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啥 这个就不关心了 装了一车的货 是吧 哎呀 然后准备开回去 刚刚还说啊 说到这家叫TGO啊 它是一个转运公司 但是我从国内淘宝上我买完东西 我就直接发到它的那个转运仓 在广州的一个转运仓 只要到它转运仓 基本上10天 10天我泰国肯定能收到我清卖这 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它能送货丧门 直接就给我送到公寓来 哎很方便这个 神的我到他们那儿去拿是吗 准备开箱 妞妞说全部塌开 所以拆快递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是人的天性 都是喜欢把这种东西拆开来看 安装完成 这凳子啊多爽 是吧 你在泰国买这样的凳子可贵可贵了 还是从国内运过来划算 装好了 妞妞也已经把我的PS5开箱的乐趣 给剥夺了 它已经可以我开箱开好了 好 过后我就可以玩PS5了 这个PS4可以淘汰了 装好了 啊 什么意思啊 他要把手柄连上了 哎呀 不管了 先玩了再说了